雷电真的对陆飞造成不了伤害吗 雷电是带有灼烧的呀 雷电一直对陆飞无效 两年前陆飞是普通的香蕉人的时候 爱宁度的雷电都多少玩服了 还是没用啊 两年后就更不用说了呀 陆飞直接都可以手抓闪电了 而且相较于其他的自然元素 雷电对于陆飞来说也尤为特别 因为不管是中国古代神话 还是西方的古代神话 雷电都是一个很核心的神明元素 西方最具代表的就是宙斯 它掌握雷电 它就可以成为众神之主 中国神话体系之中的天雷 包括一系列以雷为核心的神仙 其实也是天界真正的霸主 这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详说 自然系能力者目前只有一个人 敢堪称神 那就是雷神爱妮露 所以雷电它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神话元素 就两版之中 三档的陆飞 就打败过四皇级别的 传奇强者金狮子 靠的就是一招雷斧 所以雷电对于陆飞来说 具有特定的意义 这次在合作国大战 武党陆飞跟凯多打到酣畅之际 陆飞进入云层之中 再出来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巨人 他在刚变成武党也变了巨大窝 但和他在进入云层之后 变成大型的样子 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云层之中的电 就像曾经陆飞打败金狮子一样 仿若又给陆飞充电了一半 所以目前来说 虽然陆飞是太阳神 但雷电很可能就是陆飞能量的一种电池